然後 呃 好 那接下來看右邊這邊的物品牌 不是有各式各樣的物品嗎 嗯 那就是呢 你在講一個故事的時候 譬如說 呃 從前從前有一個國王 那你講到國王 然後你手上也有國王這張牌的話 你就要打出來 嗯 就是這樣子 然後呢 就是你只要講到什麼 你都可以把它打出來這樣 喔喔喔 對 如果你手上有那張牌的話 但是呢 不可以說一句話裡面打五六張牌 不能這樣喔 就只能一格嗎 還是 就一句話裡面 對 一句話就一個 對 從前從前有個國王 皇后跟什麼王子 這三 就三個了 這樣不行 就不能這樣 對 不要這樣子 所以一句話只能打一張卡 對對對 就是我們自主規定啊 不然這樣就很無聊 就都一直打 所以其實沒有這個規定 對 所以喵啦上次三句話就結束了 對對對 哈哈哈 好酷 然後 然後呢 你可以看到右邊 是不是有一張牌是有所謂的中斷 嗯 那個中斷的意思就是指說 譬如說有些人講到一些地點 橘色這張 橘色這張 對 這張 譬如說就講到說 在一個小屋裡 那你剛好手上有教堂的中斷卡 就是說其實它不是在小屋 不是在教堂 就是把他們打出來的 搶 搶 搶劃這樣 對 對 搶劃圈 搶劃圈 喔 喔 然後 同理可證這個孤兒 這個角色也是 或是王冠這個也是 喔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們還要自己在講一個 也算是自主規定 就是你不要去逼問別人說 欸 那邊有沒有什麼東西啊 什麼之類的 就不要這樣問 花長怎樣啊 矮人長怎樣啊 對對對 就就 附近有什麼 有瀑布嗎 對對對 就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這樣子問這樣子 因為裡面很多 不要引導事物 對 裡面很多花草啊 樹啊 井啊 什麼的 有的沒的那種東西 啊 雖然CAMP太久了 不過 不要去問就好了 給他講故事 給他講故事 不要去問 對對對 反正就是講故事這樣子啊 然後你就是不斷掰 什麼 你想掰什麼都可以 就假如自己掰不出來的話 就要自己抽一張 嗯 你就要抽這個 物品牌這樣 物品牌再抽 然後換下一個人開始 沒錯 然後我好像沒記錯的話 如果你結局很不滿意 你想要重抽的話 你可以抽一張 你可以換一張結局卡 但是你要抽三張物品牌的樣子 喔 喔 我記得是可以 這時候才可以 就是到你的回 到你的回合 到你的回合的時候 我記得 然後 然後剩 你可以先吵這樣 剩一張結局卡要喊UNO 沒有吧 這沒有吧 哈哈哈哈 沒有吧 剩最後一張說 重簽重簽 好累喔 喔 又要來想故事了 可以說這個遊戲 真的比任何遊戲還累喔 真的 想幹話遊戲 對對對 這個是發五張是不是有點忘記了 超累五張啊 忘了 五張吧 剩一八八 五張 哦 好 哈哈哈哈 嘿 OK 然後結局一張 好 哇 我可以聽故事就好嗎 呵呵 沒有 我想到了 上一 我記得 只要玩過這一個 有一個人基本上幾乎都不知道要怎麼講 我們就讓他開頭 那個人就是 傑克你先開頭嗎 對啦 好像是欸 好像是真的 真的 欸開頭最簡單了好嗎 開頭超簡單欸 對啊 你可以講過一輪嗎 從前從前 有個國王有個教堂有什麼 全部講完 哈哈 什麼之類的 從前有個國王他在教堂裡面騎腳跟他的皇后 對啊 哈哈哈 然後你在中斷明 啊那個 對對對 等一下哦 好 一下 好 從前 從前從前呢 有一隻 呃 有一隻青蛙 有隻青蛙 有一隻 有一隻青蛙 他住在 呃 旁邊有 旁邊有沼澤 也有森林的 呃 一個 呃 就是旁邊有沼澤的森林 喔好 旁邊有沼澤的森林 OK 然後 這隻青蛙呢 他有蠻多 呃 蠻多特異功能 但是他還沒有開發出來 嗯 對可能會 欠開發 哈哈哈 欠開發 這句話不行哦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後 他為了在這一片 就是沼澤的 就是沼澤森林啊 尋找他的家 那他就找到了一個洞穴 哦 欸 你說洞窟嗎 哇 有啦 對 那這樣子的話就變成是 這個故事的話也全變到繁星身上這樣 換我了 欸我忘記說 不用改 不用改 如果那個繁星如果講不下去 是順時針還是順時針 順時針 我問一下如果 你是說只要他說到 你的上面的 你有的東西 你就可以打牌 像他剛說洞穴啊 哦這洞窟啊 就丟了出來 對 哦哈哈哈 我其實剛剛是不想丟的啦 哈哈哈哈 我不會拍這個哦 好來吧來吧 啊一個人要說幾句啊 隨便隨便 抽到有人斷 想到你抽到你 講不下去 你就可以抽一張牌 結束換下一個人 然後這個青蛙勒 就突然又回頭了 想到說肚子又餓了 就去煮東西吃 他用了大鍋煮東西吃嘛 對用這大鍋煮東西吃 看一下哦 但是煮著煮著 他就很難過 很難過 很難過 對 因為他是個孤兒 哦 哦 很難過 他邊吃邊流眼淚 然後吃到一半 發現他的湯匙不見了 哦 因為被偷走了 他就更難過了 他踏上了旅程 哦 踏上 找湯匙嗎 踏上了旅程 哈哈哈哈 踏上尋找湯匙的旅程 嗯嗯 他就去 四周問問 森林的朋友們 有沒有看到 小偷啊 或長怎樣啊 但小鹿們 跟小兔子們都說沒有看到 嗯 所以他又很難過很難過的回家了 哈哈哈哈 哈哈 然後由於真的找不到呢 他就 握在被握裡面睡覺 哦睡覺了睡覺了 不是這完全就不相關的結局啊 我有問題欸 就是 打算他剛剛說睡覺 那如果有那種白天卡 晚上卡可以打嗎 不行不行 那就是睡覺啊 他如果說要白天 你就可以 好啦 你想表現的話 這樣之類的 你想表現的話 我抽卡片讓你講 可是我是夜晚啊 沒有啊 現在現在現在 反正 都換你掰啊 我抽三張 你以為他被反正拍不下去 要換你 不是 這個青蛙在做夢 哼 他現在做夢夢到 他在那個 反正要抽 他要換那個 他要換結局 欸我要換結局卡嗎 啊我不用抽這個 你要換嗎 沒有你如果抽一二雅 如果你要換你要抽三 抽一張而已啊 喔抽一張 一般的話是抽一張 阿你以為他換結局卡抽三張 不要啊 這超爛欸 那你把他蓋起來 蓋起來 蓋起來 然後洗 把他丟在這一塊就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他卡上去 他太便便了 好他就卡不是 沒關係 反正那個不要 我就把他丟了 喔 然後就要抽三張 好 所以現在是 換你 現在換你啦 小青蛙在做夢 對 他很傷心 然後他在做夢 對 被 偷走湯匙之前的時光 對對對 時光到 被偷走湯匙的時光 夢到自己回到過去啦 對啦回到過去 那 他夢到自己回到過去以後 發現自己的湯匙 一樣不在 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湯匙 會不見了 原本這個時候還在的 於是 他在晚上的時候 有辦法弄正他 沒關係 我會幫你 謝謝 然後他在晚上的時候 然後開始踏上了 早湯匙的旅程 他走著走著 遇到了 旁邊 森林裡面 有一個從城鎮走過來的 乞丐 等一下等一下 你是說他遇到了一個乞丐嗎 遇到 啊啊啊啊啊啊 那換一隻嗎 乞丐可以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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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你就抽一張 然後換 現在換小羽了 被強化了 好 被強化了 阿卓在 他在夢裡面 遇到了一個乞丐 好我想一下喔 哈哈哈哈 什麼都還遇到乞丐啊 超吧 超難 哈哈 然後呢 他就走在路上很難過 他想說 這個時候應該他的湯匙還在 怎麼會不在呢 然後 他就遇到了那個乞丐 於是他就問乞丐說 呃 乞丐啊 你有沒有看到一隻湯匙呢 然後乞丐 乞丐就跟他說 沒有啊 我很窮啊 我禮物啊 都沒有啊 我怎麼會看過湯匙呢 哈哈哈哈 於是小青蛙就 只好跟那個乞丐說 哇好吧 那那我再去找我的 我的湯匙囉 然後他就走了 然後他就走啊走啊走啊 他突然覺得就是有點口渴 於是呢 他就跳啊跳啊跳啊跳 跳到了一個河流邊 河流邊 對 好 對 然後在河流邊的時候呢 就想說 那我喝個水好了 然後順便泡一下水 恢復一下他已經乾枯的皮膚 他在裡面泡啊泡 然後泡一下 他就四處張望的時候 開始感覺到地上好像有一點地震的感覺 就砰砰砰 他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到處張望 發現在樹頂的時候呢 他看到一個超大的頭 是一個巨人走過來了 哎呀 哇 然後小青蛙就很害怕啊 他就在那邊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我不會變青瓜乾吧 我不會被踩扁吧 他就很害怕在肚裡面躲啊躲 然後就發現 那個巨人呢 他就走到河邊的時候呢 就停下來蹲下來 原來那個巨人也是來這個河邊喝水的 嗯 然後那個巨人呢 就低下頭的時候在喝水 然後把水捧起來的時候 不小心把小青蛙也捧起來了 哇 哇 然後小青蛙就很害怕 然後 就開始叫 因為他很怕巨人直接一口把它吃掉 然後他就 哈哈哈哈 哈哈 擦翔擦翔 哈哈 哈哈 然後一陣子那巨人 巨人聽到之後就 呃 就停下他的動作 然後看著那隻小青蛙 然後 那個 小青蛙就很害怕的跟巨人說 你你你不要吃我啦 然後巨人就說 沒有啦我只是口痕可以啦 哈哈 然後 那個 那個巨人就說 啊你怎麼在這裡啊 然後小青蛙就說 你有看到我的湯匙嗎 哈哈哈哈 然後巨人就說 蛤什麼湯匙 我沒有看到啊 然後 那個小青蛙就說 真的沒有嗎 然後巨人就有點生氣 巨人就說 我就真的沒有看到嘛 哈哈哈哈 於是呢 他兩個就吵起來了 吵架了啦 哈哈哈哈 白癡喔 哈哈哈哈 哈哈 其實他就吵架了 然後吵一吵呢 就很不開心嘛 然後巨人就說 好了啦 我不要跟你吵 我要繼續喝水 就把小青蛙 雖然他很生氣 可是他不想要傷害這個生命 他就還是慢慢的 把小青蛙放回河裡面 啊人好好啊 哈哈哈哈 沒有把他當珍珠奶茶喝掉 哈哈哈哈 沒有啦 青蛙下蛋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對然後小青蛙就很難過 他就想說 嗚嗚嗚嗚 又又又跟人家吵了一下 又沒有找到湯匙 就很難過 一直跳跳跳跳跳 然後跳啊跳啊跳 他就覺得 喔好累喔 喔那我躺在旁邊 喔睡一下好了 結果他覺得說 他就躺下去 然後覺得自己睡著之後 他就發現 喔 他睡醒了 結果後來發現 喔 他他他夢醒了 他夢醒了之後呢 他就在他的房間裡面 到處看來看去 然後他就想說 唉就睡醒了 有點餓 不然我就出門去好了 吃東西啦 哈哈哈哈 又回到吃東西了 哈哈哈哈 吃完睡 吃完吃欸 然後又發現沒湯匙繼續睡 可是他很難過 他是哭到睡著的欸 好好好 他就醒了想說 喔那我要出門去吃東西 於是呢 他就出去啊跳跳跳跳跳 跳在路上的時候 他不小心跌了一跤 然後就受傷了這樣 然後他就很難過 然後就 好痛喔好痛喔 然後就一直跳跳跳跳 跳在路上的時候 跳跳 唉唷 他又遇到了那個乞丐 乞丐 我就想說 哇塞 這該不會是你吃夢吧 然後他就問了那個乞丐說 啊乞丐乞丐 你有沒有看到我的湯匙啊 然後那乞丐就說 沒有我連碗都沒有 我怎麼會看過湯匙呢 哈哈哈哈 阿姨啊 哈哈 然後 可是那個乞丐看到那個 小青蛙他說 欸啊你受傷了嗎 然後那小青蛙就說 對啊我剛剛不小心跌了一跤 我好難過喔這樣 然後乞丐就說 好啦我那個有摘到草藥 不然給你好了 然後於是呢 小青蛙就敷上了那個乞丐給的草藥 然後他就跟 乞丐說 喔謝謝你 然後他就敷了草藥 然後敷了之後呢 他就 他就好了一點 他身體就比較康復了 欸不是康復喔 喔可惡 他發現 他敷了那個草藥之後發現 身體好像有一點點恍惚的那種感覺 意識有點麻眠 那這個時候呢 青蛙呢就震驚 一邊震驚 然後一邊恍惚這樣子 然後呢他就 他就說 乞丐啊 你剛剛 到底鋪的是什麼東西啊 然後這個乞丐呢 就跟他講說 哼 你這個小伙子 欸 這麼輕易的就上當了啊 我是這邊知名的這個 專門獵捕青蛙的大盜啊 啊 現在就這樣呢 就這樣上鉤了是不是 啊 那你就來跟我走吧 於是呢 這個 已經受傷的 然後又恍惚的小青蛙呢 就這樣子 被這個 所謂的 獵蛙人 給帶走了 哈哈 獵蛙 哈哈 哈哈 獵蛙人 對 然後就被帶到了一個 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被關進了一個 非常神秘的牢籠裡面 神秘的牢籠 對對對 就被關進一個牢籠裡面 這樣子 那 這個乞丐呢 要 把他放到牢籠裡面之後呢 他就說 哼 那個 咳 我想一下 哈哈哈哈 他關到牢籠裡面之後呢 這個 這個 獵蛙人呢 要走之前 就跟他講說 哼 一個小青蛙啦 誰要買 然後他就 一邊這樣嚷嚷著 一邊就這樣子走了 嘿 那 這個時候呢 受傷的青蛙 他就覺得 很難過 他就說 天啊 我為什麼會遇到 這麼邪惡的人啊 哈哈 居然就這樣子 把一個受傷的我 給抓了起來 而且還說 他把我賣掉 到底是要賣去哪裡呢 做青蛙下蛋 哈哈哈哈 真的要找你 吃飯了 哈哈 哈哈 那過沒多久之後啊 這個 獵蛙人呢 很好 跑了回來 然後好像很開心的樣子 那 這個時候呢 獵蛙人呢 就嘴上在嚷嚷的說 哇 太好了 我找到一個大 我找到一個大金主了 就在隔壁的村莊那邊啊 好像有人要買這個青蛙欸 太好了 太好了 這樣以後就賺大錢了 那 於是呢 欸 這個 獵蛙人就很開心的 就拿著這個老龍 快速的奔到那個村莊 那這個時候的這個小青蛙呢 由於剛剛已經說 他已經恍惚了 所以他其實